德撒洛尼前书第四章 此外,弟兄们,我们在主耶稣内还请求和劝勉你们, 你们既由我们学会了应怎样行事, 为中越天主,你们就该怎样行事, 还要更向前迈进,你们原来知道, 我们因主耶稣给了你们什么诫命? 天主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圣, 要你们戒绝邪淫, 要你们每一个人明了, 应以圣洁和敬意持守自己的肉体, 不要放纵邪淫之情, 像那些不认识天主的外邦人一样, 在这样的事上, 不要侵犯损害自己的弟兄, 因为主对这一切是要报复的, 就如我们先前已说过, 已证明过的, 因为天主照叫我们不是为不节, 而是为成圣, 所以凡轻视这诫命的, 不是轻视人, 而是轻视那将自己的圣神赋予你们身上的天主, 关于弟兄的友爱, 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 因为你们自己由天主受了彼此相爱的教训, 你们对全马其顿的众弟兄原以实行了这事, 不过, 弟兄们, 我们劝你们更向前迈进, 你们要以过安定的生活, 专务几业, 亲手劳作为光荣, 就如我们所吩咐过你们的, 好叫你们在外人前来往时有光彩, 不仰仗任何人。 弟兄们, 关于王者, 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以免你们忧伤, 像其他没有妄得的人一样。 因为我们若是信耶稣死了, 也复活了, 同样也必信天主要领那些死于耶稣内的人, 同他一起来。 我们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件事, 我们这些活着, 存留到主来临时的人, 绝不会在已死的人以前。 因为在发命时, 在总领天使呐喊和天主的号声响时, 主要亲自由天降来, 那些死于基督内的人先要复活。 然后, 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 同时与他们一起要被提到云彩上, 到空中迎接主。 这样, 我们就时常同主在一起。 为此, 你们要常用这些话彼此安慰。